紧急呼吁在长达250公里 东南沿海岸线上的游客要尽快撤离 也引发成千上万人大逃难 公路大塞车 许多城镇也面临物资短缺 军方出动军舰迟援 消防人员还遇上了惊险情况 现象缓身 灭火反遭野火包围 消防人员紧急撤退全速前进 拼了命要从熊熊火焰中杀出船围 还拿出灭火毯挡住窗口 阻止火势禁逼 现象还生 澳洲烟火情况失控 周末又有一波热浪侵袭 气温可能飙升到46度伴随抢风 新南威尔斯消防那位宣布 风景优美的东部海岸线 延伸约250公里的区域 为游客禁停区 所有观光客必须尽速撤离 消息一出公路上演逃难潮 车子一辆接一辆大排长龙 成千上万人抢着逃走 不过许多加油站已经没有了 要买吃的喝的 商店卖场内物资又被抢购一空 部分城镇电力中断 情况岌岌可危 澳洲军方紧急派出军舰 和军用飞机进行援助 运送食物水和医疗用品 并充当临时庇护所 两栖登陆舰乔勒斯号也罕见出动 上面有直升机起降的甲板 最多可以容纳700人 目前大火已经造成17人死亡 18失踪 估计有1400栋房屋遭摧毁 500万公顷土地被吞噬 5亿只动物死亡 网友派到数百只大大小小的袋鼠 成群往山丘上快速移动 逃离恶火景象令人心碎 归咎大火原因 科学家发现除了天气干热之外 老鹰竟然也是帮凶 澳洲北部的准类猛情 懂得靠纵火来捕获猎物 他们会故意叼着燃烧的木棍 飞到草地和森林上放下 然后守在一旁捕猎 从火中逃出来的兔子 蜥蜴的猎物 可能意外使野火扩散到防火线以外 记者渔逸 林介入报道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